这坨嗨老每天都会躺在棺材里 然后拧动祖传的机关 随着不要钱的电一闪一说的 下一秒就瞬间陷入了昏迷之中 然而他的灵魂已经来到大街上 现在只要是人都看不到嗨老 于是他就想搞两毛钱来吃宵夜 眼看超市老板正刚刚好收摊 嗨老一个闪现就闪了进去 瞄到老板正数着今天收的钞票 完全没注意到站在身边的嗨老 随后老板就边数边往保险柜方向走去 用手扭动出正确的密码 老板把所有的钱都塞入保险箱 眼前一幕被嗨老看得三清二楚了 就算老板开启了报警器 开关他依旧不太放心 在大门口还上一把黄金的不锈钢锁 此时嗨老把所有的密码都记在心里 在评论区输入加油2024 就可以触发神奇的特效哦 之后嗨老又在棺材里醒了过来 他连忙用衣服将自己包裹岩石 紧接着鬼鬼祟祟走出了家门 殊不知正巧被隔壁的捞头瞄倒 很快嗨老就再次闪现到超市 熟门熟路输入了正确的密码 不仅拿走所有的钱还有一把手枪 原来这口棺材有个好听的名字魔官 是由魔鬼工匠历史八百年打造